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到了香港醒神的时间 大家好 Carol 你好 今天是大日子 7.21 7.21 为何是大日子呢 整个运动 我们在说都是一个分水嶺的日子 是吗 分水嶺 由这日开始到一年 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这个7.21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有些人现在去到元朗站 回到现场 都是觉得很恐怖 还是觉得很恐怖 打得那么厉害 当然 我想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片段 甚至乎是网上 我们不停收到很多 看到很多 就是当日发生的事情 我想都很难忘记 是 但是为何大家觉得这个日子是很重要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个运动的分水嶺 就是我们香港市民对这个警察还有没有信心 我们说以前王家警察很厉害 很厉害 是吗 绝对是 就是这个英女王封的就是王家 虽然97之后就没有了王家这个称呼 但是以往我们看香港的警察都是一个很专业 曾几何止是一个很专业的纪律队伍 我想正正就是7.21 开始大家都开始梦碎 跟大家说一下当日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当日我用回我自己的经验 当日我也是元朗来的 你也是元朗 我其实大概六点多离开元朗 是不是收到风呢 好像说那天早上已经很多人收到信息 说不要去元朗 盛传很多又说有什么事发生的 但是没有想过后来会大规模的打斗 我离开的时候 我的车是经过在十八香区议会路 我记得经过大旗嶺 我很清晰记得的 就见到一大班白衣人 你已经见到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天黑 一大班白衣人在那裏 我以为这么晚 今天又没有什么天后弹 应该是没有什么庙会 没有什么大型活动 但是捆集了一大班白衣人 我车很快就经过 但是也觉得有些不对劳 有这么多人在那裏 当然事后回到家再看新闻 就知道大件事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个厨师下班 他多口说了一句 哇 这么多人在那裏 那然后被人 他又没错就穿黑衣 厨师 但是他穿那双鞋 就是厨师鞋 对 追着来打 被人打到整个背部都花了 是 好像痴形那样 那些藤条恨 是 你可想而知 他也算大名 大名 走得快 要走迟半步 一个不过意 打死了怎么办 是 这个只是一个序曲 冰山一角 后来在车站里面才更恐怖 是 那些其实是去看完书展 今年我们没有了 今年没有了 暂时取消了 去完书展回去元朗 其实是当地的居民 是 大大小小 都被人在车厢里不断打 他突然冲进车厢里打 很夸张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很多人就说 其实警察是什么角色呢 在这件事里 很简单 就是一个维持治安 他有没有出现呢 好像没有 那打999 都打爆机 那不就是了 两万人去打他 他说他们都打了机 但是警方便称是 刻意针对警方 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打爆机 去针对警方 有些人亲身去报案 都是落集 那个画面 我想大家还看到 是吗 还记得 大家记得 只是拉杂 就是想不接受报案 看到这样 我觉得很荒谬 打电话去 他就说不安全 你回家吧 叫人 所以大家都会开始 怀疑 警队在这件事件里 究竟在做什么 事件里面 事件一年 我想很多人都没有忘记 这个相同 甚至乎 我想很多有心人 不断搜集那些证据 是 包括电视台也好 媒体也好 都制作了很多不同的节目 或者是一些 作品 我想这个香港电台 就英记一工 是 他们很快已经做了一个 鏗窗集 就重组当时的事情 就是他很快拿到那些 你知道周围都有些 CCTV 是 他们及时拿了 拼到一个图 以及访问了很多当时的区议员 是 有些人收到消息 等等 都串了出来 他最近又拍多一部 这部份 这部份也好看 你有没有看 我有看 很难拍 但是他都做到很好的搜查工作 我觉得 令到整件事件 越来越清晰 我觉得 好像也有访问 何君堯 何君堯 当然他就不认 很多事情都 没有 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有访问 但是他肯接受访问 我觉得这个人也挺有趣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因为他说回自己的版本 自己的故事版本 问题是 很多人都不肯正面去面对 尤其是有多香辛 因为港台节目里面 我想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就是会在一些很细微的位置 是 查一些车牌 就是透过CCTV 看到很多车的出入 载着一些白衣人 拿起武器 就是一些攻击性的木条 或者怎样的 透过车牌的追踪 找回原车主 那些车主其实很多都是一些 所谓新界 我想是元朗地区 村长 村长 那些乡身代表 乡以局的代表 直接走到上门去找他们 做访问 但是 其实他还要对 在不同的地方 那些人穿同一件衣服 同一条褲子 如何去打人 如何出来和何君尧握手 大家摆着肩膀 那些 但是 但是 那些关键就是 你媒体是出这件事 呈现了出来 暴露了出来 但是 警方 或者有关方面 是没有跟进的 完全 他激其量就是说 可能拘捕了有 30人左右 但是当中 起诉的都不是很多 只有几个 有些甚至乎 拍片都拍完了 姓岑名遂 在哪里工作 都直接是不拘捕他 还有个农夫 那些人都摆在面书 杀了个西瓜 那些人都没有事 到现在都没有事 到现在都没有事 所以大家很气愤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为什么说是一个转捩点 就是很多人现在就是说 警察和我们说 不知道是黑社会 还是白社会 但是至少是一个社团 因为他们有制服的 是一个组织 那他们之间 现在就看到他们是 不知道是互相 是知会了还是怎样 互相包庇也好 互相照顾也好 刚才你也说 有些警察去到都掉头走 是吧 那个是很夸张的 在地站 那一刻是想不明白的 既然有两个警员去到 木岛发生这样打斗的时候 可能 警方解释就是要因应形势 可能只有两个警察 可能很危险 但我心想你配备槍械 那些手无串铁的市民 不危险吗 那就是 所以断头走去就算了 是吧 就当似是无事发生 刚刚最近这几天 有人也发觉 对过一些相片 在当时打人的人 是有过拿着一个证 是的 看一些CCTV里面 据说其中看到的 我们都觉得 虽然很蒙 就是有一个其中三个 是扣着一个类子 一个证件 是 有理由怀疑 或者相信 那会不会是一个警务人员 是 是 当然警方是否认 否认了 但起码 我想CCTV的功能 就是说 很多东西是无所遁形的 不能抵赖的 除非好像 这个令我回想起早些日 是 扯远少少 说新疆集中营的问题 就是驻英的中国 这个是刘鹤 是 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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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认那些片段 就是说新疆集中营 他觉得是造假的 他最喜欢就是 跟一些主持人说 你有没有去过新疆 就问主持人 你有没有去过新疆 但是香港就不可能 我想警方 都不会大胆到可以否认 或者这些片段是偽造为一架 最多可能找一些藉口去推堂 是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事件就 不会就这样完 是 那一年 大家都是 那有什么后遺症呢 后遺症 我想就是很简单 如果是说 这一段时间 经常说 Decopling China 我想Decopling Police 是吗 就是跟警察脱欧 脱欧 是的 市民对那种信任 我想是 基本上是近乎破产的 是 是 那当然 当时有 有几个我们都认识的 一个就是前行家 柳俊刚 被人打到头都流血了 没有喝过 他是打算去救一些 就是请教 他是经过 其实是 他在新近接受 这个应该是一些访问 他又说到说 他现在 你叫他再回去做一次 他也是会去救人 他说没有理由见死不救 对的 也是 就是当时的情况 是没有想过 就是知道出现危险 是很想救一些乘客 是 是 所以很多人都会怀疑 为什么这些白衣人 会无差别地去打人呢 包括小孩 孕妇 年长的人 那些人跟他无仇无怨 是吗 是吗 没错 甚至乎可能是 他可能穿了一件不適合的 黑色的衣服 或者根本都不是 很多人都住在同一区 就是元朗区 是 那些白衣人我认为 可能都是来自元朗 我不知道 坐车回去的乘客 都应该是住在元朗 还要打两次 就是后来打完一次之后 有警察到 警察走了之后 又来多一次 就是到凌晨的时候 都还有第二次 那这个恐怖的 我们说的元朗黑夜 是 真是恐怖襲擊 那这个 现在其实对警队 都非常不公道 因为我想在警队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意见 甚至乎有一些警察 我都听说过 对这件事都觉得是很 就是不可以开声 当然是 都不认同 是 但是就是好像吃一只死猫 是 因为我自己都不相信 在一刻 因为其实警监会有个报告 但其实他们原来没有去调查 没有做独立调查 警监会就是用手上有的东西 去做一些所谓的分析 是 好像考试那样 纯粹是分析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正在拍摄下午 今天可能又是有市民 会走出来 今晚不知道会怎样 真的不知道 因为星期日那天 也有市民走出来 星期日那天已经是封了站 我也是在元朗 我也是在元朗 想上去那些站 西铁想走而已 离开 周围都封了 封了 封了一个出口 其实下面已经是摆了警车 厌阵以待 以后凡是21日便要封站 但我看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长篇下去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每个月11日便是一个禁足日 或者是封站日 警队能否承受到这种压力 他们也是打工 他不是当拿一些OT 又做晚一点 我觉得人都瘋了 是不是所有警察都认同这件事呢 甚至乎有些好像是神经质 一看到21日这个字 就好像上了路 有人不认同他便要离队 要辞职 会是 但是我想长远来说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还他一个公道的清白 查清楚这件事 谁要负上责任的 好像他们买的广告 犯法就是犯法 我经常听新闻 是吗 经常都说 政府有说犯法就是犯法 那你就是 要做这件事 但现在香港已经不是在行我们原有的制度了 现在是在行一个制度 这个就是很糟糕了 这个就是令人觉得 都不知道怎么说 好 那在721这个日子里面 我想刚才提过就是很多人 就是民间 都很努力搜集很多资料 我想其中有一个资料 我也很想跟观众去分享一下 不要忘记这件事 就是说整年以来 大规模的一些运动 警方所使用的一些 我们叫武力 或者是应对 我看回这些数字也很吓人 是 我都打了个凸 发了很多催淚蛋 是 我很快报一报数字 今天为止 使用的催淚蛋是16223枚 1616枚 实弹是19枚 当中当然有商道人 幸好没有死的人这样选择 橡胶子蛋 10108 布袋蛋 2033 海绵蛋 1885 水炮车出动的次数是78次 日次是78日 装甲车是80日次 胡椒噴 瓶装奥器有分 1490一瓶胡椒噴劑 107瓶催淚水劑 40瓶胡椒球蛋 这些武器多到数到十多种 对吗 嗯 当然摘查的人 被摘查的人次 超过21万次 21万次 21万 最关键的是 很多人被抓 当然是 我们看看数字 到今天被捕的人士 有9113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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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多的朋友都是官司前身 是 这是一年 一年以来的状况 是 是 催淚弹数目都很恐怖 我觉得是 哪里射到这么多 喂 就快现在 英国宣布了 不会再卖给香港了 禁止武器 手疗 这个外伤 催淚弹 外伤 南韭文在下院宣布了 即时生效 不买武器来香港 军事用途的武器 到时有没有这么多催淚弹 或者胡椒弹 那就用国产 就是劣质一点 国产很恐怖 更大事 更大事 是 但是这个宣布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性 除了是禁止武器 最重要的其中是 终止了印度条例 即是香港和英国两地之间 罪犯印度条例 就停止 其实不只是英国 好像几个国家都已经终止了 是 晚联盟的国家都终止了 但是英国是一个前宗主国 即是我们现在用的法律 基本上是英国人制定的 即是连他都否定这里的法律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好像刚刚都说 原本我们的终审法庭的法官 是派两个由英国过来的 现在他们都在想 会不会还是派过来的 可能我想都很敏遂 会不会再来 因为他们的考虑就是 你都不是在行普通法 尤其是国安法 是 即是你叫他如何审慰 完全是离开了 偏离了他们原有的法律的概念 所以法制的崩溃或者瓦解 我想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先有可能是执法的不去执法 是 再去到制度的崩溃 是 这样下来真的很大事 我觉得整件事情是很大事 还有现在好像防疫 亦都是所谓抗疫防疫的做法 亦都令到大家很怀疑 那个成效 有没有效用 因为很多人的想法就是 觉得整件事情 所谓的防疫 就是没有一套想法 就是想挑一条跟 想怎么做 还有些人更进一步 就是会不会利用这个防疫抗疫 来限制了一些人表示的不同意见 就是惩罚 是呀 惩罚大家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因为上个星期说停7天 其实这个停7天当中 很多人都马上想到 跟着下去都会再斩4两 起码过721 可能是831 都不定 是 可能就是借这个所谓的停摆 或者是防疫 想杜住一些人出来 因为有几件事大家留意到 他现在就是在室内 就是公众地方 以我们这些studio 没有规定 公众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是 但是在外面 就是不准戴 因为我们还记得 还是有个什么蒙面法 那么蒙面 是 所以是一个很不合乎邏輯 所谓是 在室内 比如你说食肆 现在去到 很凄凉 六点后就不准出外进食 是 如果5.9 进去吃得不行 病菌应该是未发作的 未发作 所以那些 就是我们也有朋友做餐厅 是 做很多 做饮食业 就是中小企的饮食业 是 真是一颗眼泪 那其实是 我想防疫 以前 我想在经济上 已经捏死很多人了 他又不倒闭的源头 现在说了很多次 你的关又不封 是 是 甚至刚才看到那些司机 现在第一批硬性 要他们去检疫 很多地方有得检 那些司机都很无奈 是 验到没有事 应该很开心 那下一秒钟 他说不是 下一秒钟 只不过客人 如果他是带菌者 或是确诊者 他就可能中招 是 是 没有保障 尤其是 的士司机 我想是很高危 是 他自己都很惨 一来没什么生意 有生意 接着你又怕 是 是 不是的士司机 所有公共交通 你只要去搭 其实也是很害怕 是 你现在说限食肆 分开坐 六点之后 不可以堂食等等 你去搭地铁就知道 那里怎么只数十人 几百人 有车厢迫 几千人 用那些机 是吗 现在我们搭地铁 不用测试 是温度的 没有的 没有人问你 你两个星期去那里 没有的 直行直过 对 乘巴士也是几十人 密封的车厢 唯有靠大家自律 可能上车要戴口罩 不戴的可能会 你见到很多 所谓有些争扎 是 一些人在那里 好些的 就送口罩给他戴 但有些 未必个个人会圆戴 我见到有很多冲突 其实 今天我走天橋 都被人说我 因为我刚刚拿着口罩 休息一下 他都说戴口罩 天橋也不行 那么严重 我想 其实这些法律 令到很多人 都变成了 好像 行使用权力 是的 我在地铁 我都见过 有人打电话 立刻有个女士 上前 立刻停止她 戴口罩 不准打电话 很多人在街上吸烟 是的 会有一个 当然会害怕 但是慢慢就是 自己执行 戴口罩 大家行私法 自己私人去执行这个法 其实大家都希望安全 人同此心 也不想加 加倍了医护人员的压力 是的 所以大家要照顾好自己 是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 很多东西都不合逻辑 今早我看到一个记者会 就是那些做健身的 健身的 健身员 很干净 鞋也不准进去 不可以穿鞋 平时也是 我去健身 而且他们可以小班 两个人也可以 三个人也可以 但是现在的食肆 就算隔了也有十多二十人 他说他们的健身 也不觉得有大型的爆发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一刀切下去 所有要停止这些娱乐场所 包括健身室这些 其实小班教学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的 你记得先一两天未有新闻 那些人去饮宴 几十位都是这样做的 对的 那不是犯规吗 但是又没事的 其实是多少人一位 四个 我相信 他那里不止四个 对的 又唱歌又不戴口罩 什么都不 回到再组之前 第一波的时候 然后在新界的香辛摆 这个婚宴也是这样的 祠堂 都是几十位摆 所以他一 怎样去分类 怎样去哪些准 哪些不准 那些跨境学童 一路都出出入入 是 有个什么商务证明 商务证明又可以避免人体验 那些司机又是可以 那些又 那些又 为什么他们又可以批的呢 这个就是正正我们所质疑就是说 他不得贯彻 所谓封关 一早叫他当然不封 他宁愿封食肆 封我们平时会冬 没得去游泳 没得去公园 连公园都不可以去 不封那些可能过境 但是街市又不封 街市是 那些实在街市又可以开 街市也是一个很密集 街市我都觉得是一个高危的地方 是的 我最近有个朋友 在新加坡回来 他就在旁边 他在7月初回来 他说一落机 哇很厉害了 转几十次车 去到那里检疫地方 行李又不知怎样分开 坐到一路 要坐八个小时 这么久 因为要检疫了 然后才让他走 那没事 但是也要隔离 回家隔离 但是又没有车给他们坐 你自己搞定 自己搭公交也好 地铁也好 的士也好 自己搞定 回到他家后 就愕梦开始了 为什么 没有住了吗 有个手袋 手袋 手袋 第二天早上 就有人打电话给他 一听 是机械人 自己打 就算了 听完 就叫他探索手袋 伸一条马 要知道他在哪里 谁知道一个半小时就打一次 看他识约 一个半小时就打一次 就是烦到他说 我觉得 不要听 有时你在吃饭 去洗手间 或者在做什么 甚至在睡觉 都是响的 都打你 因为全部都是AI 对 失了定时 突然他就不听 有没有人找他 没有人追随 没有 没有 其实就是很禁止 他说新加坡就不同 他说他很严谨 是 他一比较就会觉得 哇 香港政府说的就好像很厉害 但其实是 所有都很禁止 整理 执行上来就好像是散修修 是 没有人去监察 做了就算了 就是那个心态 是的 你最近的新闻也有说 他们那些什么 深厚脱疫 到处都是 我们很同情医护人 是 但是可否处理得好些呢 现在这么大压力 但是就是 政府好像没有带头 其实这些都是行政东西 是吧 你的东西怎么摆 怎么处理 不知道 现在就是 望天打掛 我现在最不想看到出现的就是 如果疫情不退 或者再下去 他可能又再加烂 好像用对付楼市的方式 禁足 可能要你们不给出门口 甚至乎是 连日休息 都不给干顾 他不是说了 因为那些人取笑他 为什么六点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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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隔外开恩 不然就是连日休息都不给他 你想想六点钟 来买个饭盒 上夜班 要蹲在楼梯 或者在公园 黑黑黑的地方 很密集的 大家吃 其实那些不一定是卫生的 一样是有风险 其实在街上也是有风险 很大风险 很大风险 那为什么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其实他没有亲身去体会别人的处境是怎样的 没有 完全是没有想这件事 我也是 所以自求多福 你问我 我也是 另外想说一下 其实就是 刚刚这个国安法通过了 这个住香港的一个台湾的代表 那位高先生 其实我都有一面之缘 我都认识他 去年我见过他 其实他不是很高级 当时他的卡片看 但是因为那些人都走了 他已经做了代署长 其实是一个联络人 在香港 其实是做经济办 当时我们聊天 我都是问他关于移民 或者那些人去台湾 那个数字是否增长 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还打算 遲些再谈 但是当然 跟着就是 运动 跟着有疫情 没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你要人签什么 一个中国 这些东西 其实是 违难人要人走 可以这么说 逼他签了也没有意思 他不代表哪个 他用什么身份去签 那别人做经济 是吗 他只是打工 经济办 而且他的正处长 一直卡住 都不批 是 等于就是我们说 其实有些中国 驻中国的外国记者 其实都是很凄凉 一批一批被赶走 先前已经听过 是 不少的 不少的 最近有一个叫做 Chris Buckley 叫做柱百良 柱就是柱足柱 百就是十八千个百 量就是光量的量 这个人其实帮柳日時报做 他住在中国22年 即是一个老中国 即是他们这些人 能够住在中国那么久 很熟悉 其实很喜欢中国文化 让我想起 他就来了香港 因为中国要他走 和其他一些都要走 来到香港 香港也不批和 上一次 你如果不知道有沒有記得 就是去年是一個金融時報的 是的 處香港的記者 亦都是不需要理由 就是他的簽證就到期 不再讓他重新延期 離開之後他回來香港想收拾包袱 都不讓他入境 這個是對我來說是史無前例 可能偶爾有一些 但是一定是說得出他有甚麼事 譬如這個儲伯娘是很奇怪 因為其實他離開的時候 北京跟他說你遲些再申請 可能是讓你回來的 這個可能會不會是一個姿態報復 不是 這個問題就是 顯示了香港原有的制度 是完全摧毀了 我想都不由香港拿出來 他犯了甚麼事 為甚麼你不讓人在這裏工作呢 是吧 他們有名有姓的 是大報來的 紐約時報 另外一個人就叫張燕 Ian Johnson 他又是在北京住了20年 這個人更愛中國文化 譬如他寫很多關於宗教 或者是一些地方文化 他走去學道教 想寫道教 道家 不厲害 他走去學跳破地獄那些 很厲害 近年他還學打功夫 是 已經訂了那些梅花妝那些 他覺得很淒涼 現在都不知道運不運走好 其實他回來了 已經是去了英國了 三月 想著再回去北京 誰知道現在都不再回 我想很難 短時期 他驅趕記者可能是一個報復的姿態 張燕寫了一篇文章 在《紐日時報》 值得大家去看 其實就是 你看到他的子女行間 都是對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 很熱愛 其實兩個都說得一口流利的 我們說的中國話 是 有些北京人說 哇 他比我更厲害 其實這個就是 他們成年之後 大半生都在中國度過 這個和八九年趕記者很不同 八九年因為天安門事件之後 也趕走了一批外國記者 但那些其實可以在香港繼續工作 甚至過了幾年又回到中國 也可以 但現在這次非常嚴峻 連香港也留不得低 這個是一個 不是兩制是一制的真正體驗 不只是記者 最近我聽到一些很出名的中國問題專家 他們都已經 以前一年來幾次開會 其中有一個叫做Pay Min Shin 如果大家有關注中國研究 大家都認識他的 叫做裴敏欣 很出名的 他就在哈佛的 他已經 我也是間接知 他有一個熟朋友 年年來香港開會 或者做一些事情 都找我的朋友 他跟我朋友說 國安法過了 他就不會再來香港 我朋友問他為什麼 他是美國人 還有學者 大名的學者 他說如果國安法過了 我還來 就是輕是被人恐嚇 警告 是 可能走不了 因為他說的言論 可能有時是帶批判性 會是 我講這個例子 就是無論是新聞界也好 或者是學術界也好 香港已經是不能留 他們 你講的 剛才的媒體 一些朋友 記者 有這樣的遭遇 其實我看學界 或者大學裏面 開始都有這樣的狀況 又不可以 一些叫做老外 在香港教很多年輸 香港人 都不能留 為甚麼 學校也不會讓他留 可能牽涉的東西 他的言論 他的政治取向等等 都是 學校方面 覺得很敏感 有問題 也不會逐藥 開始有些都要執包 另外當然有一些原本 和美國的計劃 我們知道中文大學 一些科研的 現在是執停 當然會 其實這樣 令到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或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中心 地位一定會下降 一定 這是必然的 因為日後你沒有辦法去交流 你怎樣去開會 或者做一些所謂的學習 請人來 人家又不敢來 其一來了會不會出事 不知道 一些言論 某些科目是更加敏感 牽涉到政治 社會方面的一些題目 如果我是我個人 我都會擔心 來到有什麼事怎麼辦 是 是 可能會被人抓 其實這個 我不知道 正正就是大家擔心 這個國安法 令到香港 真正正式式回歸 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的城市 是 普通過不普通 普通過上海 普通過北京 普通過可能廣州 不知道會不會帶來中國一些什麼好處 但是現在眼前就是很多人很擔心 很多人會 我還未見其利 你已經看到那個禍害很大 我看到你今天帶了一本書上來 我也很興趣看一下 讓大家說一下是什麼書 書名叫《易蝦扎行碼》 扎行碼也很厲害 如果大家是專子 文化家專子的粉絲 都要留意 一本緝錄了 我想 都是近年 一年 一年 一年間專子的漫畫 是 文字就是 呂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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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德浩 這本書也很有份量 是 在建山書店有得買 其實應該是在那個書展 書展應該有 它會簽名 是《次文化堂》的出版 是 會不會成為禁書 暫時不知道 暫時不知道 有賣 我想很快就賣敵 是 專子也要支持 是 也是 那一句 大家要小心疫情 看著疫情 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是 這真是很重要 因為我相信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不是這麼簡單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能夠平息 尤其是現在我們的防疫 抗疫的措施 是非常脫漏的 基本上沒有措施可言 沒有措施 自救 我覺得這真是很重要 出席大家要小心 這個位置是可以做到這樣 是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我們要請到 看到 我們 就在 準備 我們 在 準備 那 你 有